首先 用ssh加用户名at你的rp就可以了 好然后我们这就登录上了 登录上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 输入一些命令 可以看到有两个页面 另外一个是vps2arch的页面 是我们用它的指南 一步一步的擦 然后在这一步就是启动vps2arch 我们可以使用 镜像 然后怎么获得这个镜像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 有一个 updater 然后我们选择不要选out 选择的是 china 对因为我们的服务器是china了 然后我们好我们就可以generate 比较细红 用的是 这个 大家就可以尝试一下 到这里到arch linux 就可以了不要后边的什么美认符号 不要后边的什么美认符号 就这样 好 很容易的就下下来了 下下来之后 我们 运行 就是 就是 让它可以变得可以运行 这样一个命令 好 之后 我们就可以 给 点 一个斜杠 vps 直接一个type就可以了 然后 杠 m m是什么 就是一个镜像的意思 然后镜像之后 之前 我们的镜像 挪过来 然后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一回车 然后就自动 升级成 啊 就是 转换成 好了 到目前这个状态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他说 如果 就是说 你就是这时候应该按理说可以重启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先布 因为 我们知道 SSH登录的话 它是有两种方法 另外 就是一般是可以通过你的password去进行登录 另外一个可以把你的 就是 啊 这个公约 SS公约 然后放到一个特点的位置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SSH公约 SSH公约 一般存放在哪里呢 就是存放在你的 就是 Dot SSH 这个文件夹下 然后你会可以看到很多 然后我一般是 就是公约的话就是 Dot Pub 的这个这个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就可以 VPS DotPub CAD就是说显示出的内容 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方法 就是说 可以使用 啊 可以使用就是 啊 我们就可以 CAD好 没有没有任何东西我们就可以啊 当然 哦 哦 sorry mcd 我们就可以cd.ssh 我们再看一下这里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种 就是建一个 就是 authorize the case 但是这里的话应该是没有 我们的一个vim 还有就是 很多一些东西 基本的组件还没有装 然后我们就先打 就是先安装一下vim OK 安装就完了 完了之后 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vim authorize the case OK 没有问题 之后我们点一个 就是键盘上的i 然后就进入一个insert模式 然后再把这边的就是我们的公愿 然后copy到这里来 之后点击esc 然后再点击一个英文的冒号 wq 然后就是保存退出了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一般是可以自动登录了 但是如果说假设你是在windows下面 就是说你不太好使用这个sshk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使用password的方式 password一般怎么设置呢 就是passwd 我们就设置一个 我们设置一个 成 我们叫它root 然后再repeat一遍 好 OK 那这样就设置成功了 设置成功了 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设置 比如说安装一些最基本的 比如说 啊 3 8 好 这样的一个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些东西 好 我们就安装 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还需要就是说本地化一下 呃 比如说 呃 用wainetc. 好 就是编辑这个文件 编辑这个文件呢 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些语言 我们就怎么找呢 就是呃 可以看到一个形容 斜杠 在在底部可以看到一个斜杠 然后因为它的注释是一个警号吗 警号 然后 啊 我们就可以选择的是 啊 一般选英文的话 就是en 杠一般就us吧 us 对 就一定要选utf吧 然后这个选项 然后 然后你一个回车 然后他就到这个前面了 然后你再点一个i 他就是插入模式了 然后你点一个delete 他就是 删除掉这个了 然后你再点esc 然后冒号 wd 然后 就好了 然后好了之后 你需要就是生成一下 好这样就完成了 好 我们还是另外一个 然后在他 添加一些东西 好嘞 同样也是点 一个i 进入插入模式 好 进入插入模式了 插入模式之后 呃 我们刚排的时候 我们是用了这个 我们这样写 -us dot sorry 一定是英文的 utf -8 好了 保存一下就好了 啊 当然 你也有可能想要一个 户 然后 就可以是一个 啊 什么户呢 设置一个 添加一个信用户啊 我们叫他进水吧 进水楼台先得月 好 我们就再添加他了 添加他了之后 我们再使用一个 呃 password 再加他的进水 进水 啊 我们一样的 root 好 你可以随便设置 就最好安全一点 我这只是为了演示 啊 我们就看一下他的权限 这样一下 然后再 v sd 我们可以往下找 一直往下找 你看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所在的这个用户组 啊 一般是 把这个前面的注释给去掉 就可以了 好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现在 还没完 就是怎么 啊 然后武器 就是 swipe 没有呢 所以我们要一个 啊 就比如说 我们就可以这样 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添 添加个 呃 添加个2000m的 2000m的一个分区 上添加 sorry 啊我少打了一个s 你看就容易出错 然后他就慢慢再添加 好 我们再来就是把这个你创建的这个文件给他去改一下模式 就 然后再把它 格式化一下 就加载一下 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所有的配置 都 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 洗一下了 就用最初的命令 好 正在重启 这样 基本上是一个基本的配置 就配置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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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